计职教育整体简介 除了了解自己的兴趣、性向与能力 也必须知道就业与教育环境正在改变 面对国中毕业后的升学决定 更要认真地想想哪一条升学进路最适合自己呢 国中毕业后可以选择进高中或者试读计职 而选择计职教育有非常完整而多元的学制 随时衔接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哦 所以啊,如果想在后续的学习阶段达成培养技能 取得证兆、并生学等三大目标 技职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技职教育有六大特色 就让我们来看看技职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用心为你打造职场就业力 技职体系多元完整 技职学生的进路非常宽广 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蓝天哦 无论是要升学或就业 各种学制之间衔接管道畅通 课色二 多元式性完整学习 高职总共分有十五群 分别为机械群、动力机械群、电机电子群 土木与建筑群、化工群、商业与管理群 还有外语群、设计群、农业群 食品群、家政群、餐旅群 以及海事群、水产群、艺术群 机械群有机械科、模具科、铸造科、板筋科等石科 从一颗小小的手表机心 到能航行在宇宙的太空船 都是由不同的机械所组成的 机械是所有工业 甚至是所有生活的基本 我的梦想是在工业方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建议改变台湾 选择不同的科别就读 会学习到各式各样的专业课程 包括3C产品的加工与制造 金属外形设计与焊接 汽车板筋到管线装配 电脑绘图设计等课程 我的梦想是发明 我希望透过自图这项能力 能让我建立起我发明 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这些工作岗位都非常需要 我们的专业能力 拿出你的本领 让大家刮目相看吧 动力机械群 有汽车科、农业机械科 轨道车辆科等六科 人除了用自己的力量 让机械产生动能 现在的科技 更造就出各式各样会动的机械 让我们的生活、交通、产业发展上 越来越便利 我的梦想是去F1 做一个顶尖的维修技师 动力机械群涵盖的机械种类非常多 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才投入的领域 透过各种实习课程 我们会学到不同动力机械制造的过程 与维修、保养的基本知识 这些都是将来职场上的必备技能 就读动力机械群之后 可以直接就业 成为一个拥有专业、受人尊敬的职人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飞机修护技师 希望在毕业以后能考上一间 有开正门科的科技大学 继续朝我的梦想前进 电机电子群、电机科、控制科、冷冻空调科等 共7科 你知道吗 全世界顶尖的笔电、手机、3C产品里面的零件 很多都是Made in Taiwan吗 有没有想过你最爱的电玩、游戏机、机器人 可以不再只是兴趣跟休闲 而能成为你的工作呢 为了让学生拥有不同的技能 有许多专业课程可以学习 包含工业配线设计 机电整合到冷冻空调 电子电路设计 与电脑硬体维修等课程 如果想直接进入职场 这些地方都能成就属于你的事业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冷冻空调技师 技职教育让我们从实作中学习 过程充满乐趣与挑战 又要持续练习 就会拥有专业技能 这不是魔术 而是物质与物质的接触变化 是自然界的奇幻构成 我除了喜欢做实验 也希望能运用我所学习到的知识 创造出大家可以使用的产品 我梦想是未来能研发出属于自己品牌的保养品 我们每天在使用的肥皂 沐浴乳乳液等日常用品 以及身上穿的衣服布料 其实都是化工群的学习应用 除了要学会生产制造的技术外 还要懂得分析与检验的知识 才是一个全方位的化工人才喔 读完化工群 你将成为化学工业及相关产业的装置操作 维护与检验的初级技术人才 可以投入这些工作领域 发挥你的所学喔 我的梦想是 我要开生态农场 并且带大家认识植物栏可以用的植物 土木建筑群 则有消防工程科 土木科 建筑科 空间测绘科 等四科 好的建筑跟公共建设 除了要考虑到美学与空间配置 还要兼顾结构和使用安全 人们才能享受到它带来的舒适与便利 我的梦想是开建 所有室内室外空间都是拥有自己设计创造的名书 土木与建筑群科 要学习如何使建筑工程从无到有的相关技能 包括事前的设计规划 测量等技能 到施工与建造的现场工作 都是群科的学习范围 我的梦想是当景观设计师 达到一个漂亮又舒适的环境 毕业后你可以运用索学 从事制图 测量 工程估价管理 等技术人员 未来不论是建设住宅 商业大楼 或是公共建设 你将成为美好的城市的幕后推手之一哦 海事群有航海科 轮机科 共两科 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它带着人员与货物 带着梦想 希望与美好的生活 到世界这里 做读海事相关科系 能体验一个很特别的实习经验哦 我的梦想是当领港 让所有船舶都能顺利进港 这些是海事群在就业上的选择 不论是海上航船的生活 或是陆地上相关的工作 都充满吸引力与挑战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女轮机长 我会努力去完成我的梦想 水产群 有渔业科 水产养殖科 这两科哦 知道吗 台湾的渔类战 全世界的海洋鱼种 将近有十分之一这么多吗 我们都生活在台湾这个 被海洋所环绕的岛屿 享受着海 带给我们的丰富生物资源 水产养殖科 是要培育学生具备生态保育观念 未来能担任水产相关领域的 资源开发与利用 生物繁养殖 产业经营管理等 初级技术服务工作 而渔业科 是要培育基层渔业人员 学习传统渔业 休闲娱乐渔业 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就业这条路 像政府部门 行政单位 或是飼料厂 渔业公司 养殖场 除了现场工作之外 假如说你有具备资历的话 你可以到学校单位去服务 因为我喜欢热带鱼 我的梦想是养出台湾最漂亮的热带鱼 因为我本身在家中有从事现场养殖的经验 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繁殖厂的老板 商业管理局 国际贸易科 会计事务科 资料处理科 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什么 除了买到商品本身外 还能得到什么服务吗 它是经过多少程序才能抵达你的手里 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项产品的呢 而回到最初 我们人又有哪些需求 才让商品源源不绝地诞生出来呢 我的梦想是当银行界的商领 选择不同的科别就读 能学习到一些特别的专业课程 包括门市服务 外语能力 记账与出纳等会计事务 多媒体制作 物流管理等商务相关课程 如果想直接进入职场 这些地方都能成就属于你的事业 我的梦想想当一名会计师 因为我最喜欢会计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最重要的工具 多学会了一种语言 眼前就多了一条路 带你通往不同的国度 接触各式各样的朋友与文化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今日 将来翻译人成为了翻译人 想要成为听 说 读 写 译 样样型的外语专业人才 除了要认真学习学校的课程外 我们也应该将外语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可以多听 多阅读 并与周遭的外国朋友接触等等 你会发现 学外语其实没有想象中困难哦 外语群的毕业生 可从事的行业非常广泛 有服务 教育 贸易 大众传播等领域 也可参加公职考试 进入国营事业工作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外交官 我想用优秀的外文能力 为台湾争取更多国际舞台 设计群 美工科 家具木工科 陶瓷工程科 室内空间设计科 等十二科 设计是什么呢 有人说设计是一种追求完美与品味的生活态度 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创作 我的梦想是成为室内设计师 设计是有目的 有规划的创作过程 无论就读哪一科 除了要培养创作的技巧以外 还要让创作能具备实用性 并发挥创意 让人能透过你的设计 获得更好的生活 随着人类的生活品质 越来越提升的状况下 拥有良好的设计能力 就是你的竞争力 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要让设计融入生活 让生活充满设计 你想进入哪个领域发挥所长呢 我的梦想是当服装设计师 我想做具有环保又设计感的衣服 来拯救地球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 食品科 水产食品科 等四科 每次我去大卖场 看着一排排食物 我会想 它们是怎么被做出来的呢 一个平凡的马铃薯 要怎么变换出各式各样的口感 而我最爱吃的香肠 口味还有多少的可能性 等待我去发掘呢 所有课别 都会有各自的专业课程 以训练学生拥有不同的技能 包括进阶的食品加工制造 高饼烘焙等课程 选择技职 我们可以从做中学 去享受学习的过程 去突破所有关卡 只要学会了 专业技能就是你的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食品检验师 希望能为大家的健康把关 如果想直接进入职场 这些地方都能成就属于你的事业 我的梦想是研发创意养生面包 让红焙变得更健康 更美味 农业群 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 森林科 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科等 共六科 一直以来我们从大战中 获得饮食与生活上的资源 不就代表真地球上的生命和环境 值得我们投入热情和理想 动物或植物也应该得到 更好的培育跟管理吗 我的梦想是开一间牧场 农业群的训练范围 包括植物的组织培养 栽培技术等 到森林保育经营 临产的运用 经济动物的饲养管理与照护 受益学的基础知识等 在这个讲求精致农业 与现代化经营的时代 除了要学好基础技术外 也可以多思考 在享受自然环境 带给我们的美好时 该怎么保护它哦 我的梦想是开租场 绿经产业是现在 最有潜力的产业之一 因此在就业上 不论是公职单位 或是私人企业 都有很多机会 能够让我们发挥所长哦 你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是跟家人与朋友分享自己做的菜 是穿得舒服 又有自己的风格 想让生活变美 除了可以学习如何为外在创造美感 还能学习怎么跟各种人相处 不论是同年纪 小朋友或是长辈 家政群科是关于美 关于生活 以及关于服务等群科 就读不同的科别 也会学到许多有趣 又实用的专业课程 像是服饰与手工艺品的制作 发型的设计 脸部保养的技巧 以及幼儿的教学活动设计等课程 从儿童相关产业 美楼梅发产业 到时尚产业 模特产业 这些行业都需要很多人才投入 无论哪个行业 都是你选择创业 成就自我的最佳选择 我的梦想是开一间旅馆 这里的服务人员有亲切的微笑 充满设计感与舒适感的房间 以及一个能与家人朋友 喝茶聊天 享受佳肴的小餐厅 餐旅群的学习范围 是从餐饮自备 餐饮服务的基本知识 到观光 旅游 旅馆管理的基本知识等 这些学习都是为了造就 餐旅业全方位的人才 而实习课程也是 本群科十分重视的部分 要让学生提前接触职场 增强自己的实力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主厨 扬名国际 成为台湾之光 餐旅教育强调动手操作 人际沟通与解决问题能力 在职场上除了从事参旅服务业 还能自行创业 我的梦想是成为领队 我希望可以带你着我的团员 到世界各个景点游玩 艺术群有电视电影科 多媒体动画科 表演艺术科 音乐科 舞蹈科等 十二科 艺术能传递思想 述说故事 也能表达对于美的感动 一张画 一段舞步 一首乐曲 一部电影 这些都能打开我们的感官 创造最美好的记忆 我的梦想是成为动画设计师 不论在哪一个课别就读 学习艺术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训练过程 除了在技能上需要花很多心力与时间去练习 也要多去思考 去感受生活 将这些体验融入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 现今艺术事业组建与设计商业经营结合 让艺术群毕业生的工作机会更多 更有远景 我热爱跳舞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永远一直跳下去 总之啊 从高职到技砖校院 技职教育提供多元的专业选择 选择技职行行都能出状元 特色三 务实致用精进技能 技职教育强调做中学 学中做 着重在动手操作 体验式的学习 老师们具有实物经验 会让我们更能了解业界的现况与专业需求 同时引进产业资源协同教学 采双师制度并共同规划课程 特色四 产学合作 强化就业 技职教育 有效地结合教育训练和业界实务 透过课程规划 我们利用暑期 学期 学年 还有同学到国外实习呢 了解了职场生态提升实体能力 并且有机会学习人际关系 教育部积极推动 各种学程与专班 从基层到进阶 都能让自己变成炙手可热的产业人才 特色五 专业证照未来加分 辅导学生取得专业证照 也是技职教育动手做的特色之一 证照代表着对技术操作与专业知识的纯熟 深学就业都将分 特色六 技艺竞赛自我实现 技职教育一向鼓励学生参与竞赛 除了与国内好手互相切磋 教育部更扩大推动学生参加国际技能竞赛 补助出国计票备用 让他们站上国际舞台 展现优良技艺 技职启动梦想 专业成就未来 展现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释 לה